天文台在早上6時1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 西貢、大嶼山和九龍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 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 而天文台要到8時多才取消黃色暴雨警告 而在清晨4時45分至5時45分 各區都有多次閃電的紀錄 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有驟雨 早上雨勢頗大和幾陣狂風雷暴 渠務處就呼籲市民 如果發現街道有水浸 可以致電處方24小時熱線 2300-1110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